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是连接两个轨道的绝佳地理位置 距离轻轨 哈叶腊袍站很近 可单程前往西亚 阿索 轻轨 哈叶腊袍站也是一个换乘站 连接地铁 趴红游厅站 可前往CBD 拉麦高商业区中心 而且公寓项目对面就是Centro Laplau商场 出行方式还可以选择步行或通过公寓的Value Ride区域 骑自行车出行 或者如果骑车不便 公寓项目周围还提供Electronic Golf Car 帮车接送服务 让您尽情享受无缝险阶的都市生活 这所位于泰国市中心的公寓 周边有各类购物中心和便利设施供应享受 附近商场超市除了Centro Laplau商场 还有Yunimo Lodas Pahong Yotin超市 Big C Laplau超市 Major Lachiyotin商场等 医疗设施齐全 有Paulo Pahong Yotin医院 维巴瓦迪医院 当然还有各种学习资源 霍旺学校 萨特里 沃拉纳特学校 农业大学等等 在公寓项目附近 还有一个公园 总面积700类 你可以乘坐轻轨 从哈耶拉普老站到摩奇站 到扎都扎公园 总共只是两站 扎都扎公园 旁边还有扎都扎周末市场 这是泰国人和外国人 都喜欢的热门市场之一 因为它是一个 提供从家居用品 食品 装饰品 衣服 手工制品 和宠物等全方位产品的市场 无论您想在这个市场上找到什么 几乎应有尽有 而且价格并不昂贵 或者 如果您想在苏昆毅 鲜罗 市龙贯一贯 您可以乘坐BTS到阿索站 塞亚姆站 霍萨拉丁站 这一带都是购物者的天堂 鲜罗 公寓是一所集 Lexury和Adventure 于一生的公寓 位于轻轨哈叶拉丁 和地铁 接下来就是不可或缺的亮点部分 这个公寓项目分为 Active和Passive两种类型 整个公共区域 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基层开始 接着是第六层 第44层 以及第44M层 现在我们来到公寓的第六层 绿色地带 泳池The Avalon 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伤动之中 当然仍可以看到 趴红忧厅地区的城市景观 不仅可以看到轻轨BTS干线 还能看到孙秋拉普劳商场 除此之外 您还可以一边游泳 一边观看户外电影 Outdoor Theater 现在我们来到公寓的第44层 模拟登山道路 Skyward Circuit 这是一个连接公共区域和观景点的楼梯 它的设计亮点是让人仿佛漫步在商林间一般的体验 同时您可以轻松眺望拉普劳路周围的美丽景色 这里是大约9米的攀岩墙 Rock Canyon 非常适合喜爱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前来体验 这边是一处想适合在户外锻炼的露天公共区域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360度全景观的健身房Vertical Dream 这里有各种设备和设施 比如跑步机 聚中训练室 以及瑜伽室等等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游泳池Aquo Valley 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七百来面积的公园和炸杜杂周末市场的美景 这边还有一个水疗按摩浴缸以及水利自行车 这是我们的屋顶泳池Great Valley Bay 位于公寓的顶部也是我们的第三个游泳池 它全长35米 连同周围的景色就像漂浮在天空中 除此之外 这边还专门设置了Sun Can-C 您可以坐在那里欣赏日落 接下来是玻璃区域 反射到44层的光影 被称作为The Crystal Alley 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我们Passive类型的公共区域 那我们就先从共享办公区开始介绍吧 这边呢是与共享办公空间Alpine Lodge 相连的一个Value Theatre Lodge休闲空间 同时也是一个多功能的影院 如果您想享受这样一个私人空间 您可以立即联系或者提前预定 这是44层的一间图书馆Terrorum Library 您可以在此进行畅游在知识的海洋 还可以边欣赏美景边工作 来到Core Kitchen的The Residence 可以携带食物进入 也可以在这个区域举办派对 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唱完 首先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房间一般是35平方米 有三种不同的布局选择 可以欣赏到三种不同的风景 而且这是唯一一个可供客户选择的项目 我们是refoot area 包括攻击的额察 选择上额方 cuent Holland 我们是refoot 的透明 NIE 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卖的最火热最人气的 大型衣饰V2房型吧 首先一进门 您可以看到客厅 旁边就是厨房 客厅和厨房之间 是有一上玻璃门进行区域风格的 所以在您做饭的时候 不用担心味道会窜到客厅 客厅的另外一边就是洗手间 方便客人和亲朋好友到访时使用 同时可以保障您个人空间的隐私 另外浴室在淋浴区域和马桶之间 做了干湿分离 洗澡时仍然能够保持 卫生间其他区域的干爽 那么我们的房型总共分为两个卧室 分别是普通卧室和主卧 像我们在的这个房间 就设计成了主次卧 当然如果您想把次卧设计成一个书房 也是不错的选择 总体而言 这部分区域划分清晰 不仅隐私性极高 而且非常舒适 另外 卧室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其使用功能 主卧是一间更大的卧室 卧室里配备了阳台 空间更加宽敞 并有助于通风 Life Laptop Valley公寓位于曼谷市中心 趴火又拼路 靠近轻轨和地铁 出行便利 周围还有商场超市 跳蚤市场等等 且项目本身十分完善 无论是Active类型 还是Pathive类型的公共区域 都满足具有轰动效应的新生活方式 让您的生活充满乐趣 如果您正在寻找位于市中心 出行便利且价格实惠的公寓 那么Life Laptop Valley公寓 将是您的首选 快来成为业主吧 快来成为我们的邻居吧 让我们一起体验与众不同的生活 更多详情请咨询apti.com 感谢收看本期AP项目公寓介绍 当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AP泰国亚洲地产哦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感谢观看